一塌糊涂的人生是会遗传的吗? 性格孤僻的小山,在城郊的物贼家工厂中摸到了一份差事, 并在一处名为居于公寓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这公寓里住了些奇怪的人,女房东年轻漂亮,却总是心事重重。 隔壁的中年男人终日无所事事,种菜养花,却只能靠蹭吃蹭喝维持生活。 而住在对面的夫子在每天西装革履,四处惹人厌烦地推销着墓碑。 几乎在每座城市的边缘都聚集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因各种原因脱离了主流生活, 我有在此各自守着过往的秘密,向安无事地过活。 人心难懂,所有人都一样, 来到此地的小山同样有着不愿说出口的秘密。 她刚刚出狱,身上的钱所剩无几,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午休时,她只能独坐于海边,烈日当头,晒得人头晕目眩。 放外,带着医生疲惫归家,信箱中有封社会福利机构起来的信件。 小山去了电话亭询问来信的原因, 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冷静的声调。 这里是社会福利科,我们发现了您父亲的遗体, 好像已去世数周。 挂掉电话,她逃命似地跑回了住所。 屋中空荡,连食物都匮乏, 屋里干瞬间将她击溃。 她只能躺着背诵起惩罚口诀, 这是她的习惯,口诀如经文,能让人心去安宁些。 此时,隔壁名教导田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门前。 她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小山的状况, 并拿了些蔬果过来。 小山沉默着没有回话, 直到男人离开,才转过身来。 饥饿是本能, 她拿起蔬果啃了起来, 吃饱虽显狼狈, 却给了她继续下去的能量。 终于熬到了发工资那天, 拿到钱的小山如是重负, 第一件事,先去买些食材回来。 到家时,对面的父子正坐在门口轻摇着蒲扇, 夏日闷热, 两人却依旧穿着整齐的西装。 进门,烤米下锅, 而后泡个澡, 喝上一杯牛奶。 终于,米饭煮好, 锅盖揭开, 香气四溢, 有多久没好好吃顿饭了呢? 小山仿佛已经忘记了米饭的味道。 正当她沉浸在吃饱肚子的轻松中时, 小田再次带着些蔬果出现在门前。 她是来接用浴室的, 自己房里的坏了, 她没前修, 只能蹭邻居的用。 小山拒绝的话还未说出口, 小田便静止走了进来, 还真是个厚脸皮的家伙呀。 午后, 小山独自去了河边, 这里住着许多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还有些被城市淘汰的旧家具。 对门的孩子正在河岸旁练习着口风琴, 小山从垃圾堆中拿走了一个破旧的巅峰扇, 而后归家, 无所事事地躺着。 岛田再次到来, 看小山无事可做, 就抢拉着她到院中采摘蔬果。 岛田在小院里种了许多菜, 她手头不宽裕, 但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 于是便只能在夏天时尽量自己自足, 把现金留到冬天。 这可不是社会底层, 这叫极简主义, 放弃全部财产, 过最简单的生活, 这是一种思想。 岛田用力解释着, 而小山显然不接受她的说辞, 穷到一定程度光有思想也不能修缮欲试吧。 岛田无法反驳, 只能不左右而言她。 干完农活, 两人满足地吃起了新鲜的蔬果。 幸福吧, 有心发现这些小幸福的话, 你怎么都能撑过去, 一时的困顿算不了什么。 要是因为穷呀, 孤独呀, 被逼得走投无路, 就大大方方地说, 我呀, 身上没钱。 放心吧, 天无决人之路的。 岛田如长辈教导后北般说道, 和岛田一起种地的还有个叫老岩的人, 老岩是附近寺庙里的和尚, 和尚也有自己的忧愁, 最近无一体的葬礼越来越多, 他也快要无以为继了。 这让小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我立即沟通知他将骨灰领回, 而他始终犹豫着, 四岁时父母离了婚, 父亲的长相还都已记不得, 现在却突然通知他来操持后事。 看着困扰的年轻人, 岛田突然严肃了起来, 葬礼怎么办都无所谓, 但不管是谁, 当他根本没存在过, 是不对的。 小山听见了岛田的话, 周末独自去了一趟福利机构, 父亲的遗物很少, 已不用了很久的手机, 和一张造诣归零的存折, 存方处排满了各式骨灰盒, 就像等待出售的货物。 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些都是无亲无故之人, 一年后若无人认理, 会被统一葬到公共墨地。 可能是天气太热, 父亲被发现时已面目全非, 不过遗体火花后, 猴骨保留得相当完整, 想必是双前为人善良吧? 工作人员感慨道, 而后他如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 将父亲的猴骨碰到了小山面前, 您看, 像不像佛祖在面前合掌恭贺呢? 小山无言, 就这样, 他带着父亲的骨灰, 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一切仍在无拨无拦地向前走着。 某日, 小山偶遇了一个在门前浇花的婆婆, 小伙子, 过些日子淡紫色的小花就要开了, 什么事啊, 都得花心思打理, 否则就是一堆杂草, 婆婆笑着说道。 小山未放在心上, 他去交了房租, 房东很欣喜, 这公寓里能按时浇速的人不多, 哦, 这是奖励, 房东给了他一颗糖, 小山露出笑意来, 他将糖纸折成了千纸盒, 放在了父亲骨灰旁, 岛田依旧会准时准点地来蹭饭, 小山四爷已习惯, 说起福利机构中摆满骨灰的事, 岛田倒不惊讶, 他说, 住在河边的那些老人, 一到台方天就会冲走几个, 全是身份不明的流浪者, 所以也上不了什么新闻, 他总觉得自己也快了。 在此住了一些时日, 小山开始对周围的人有了兴趣, 他低声询问起房东男女时的生活状况, 岛田告诉他, 男女时的丈夫五年前患癌过世了, 但他对丈夫一往情深, 至今仍在平调, 看着让人心疼, 小山没有再问下去, 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岛田问道, 过得一塌糊涂, 心里也多少有点问题, 最终孤独至死, 接着他说起父亲去世时的样子, 岛田瞬间食欲全无, 夜里辗转反侧, 小山翻开父亲留下的手机, 发现父亲去世前, 曾连续几天拨打过同一号码, 他去了电话亭, 城市化的声音再度从听筒中传来, 你好, 这里是生命热线, 小山匆忙挂断了电话, 生命热线, 听起来像是为了拯救求生之人, 但会打去的, 通常都是做好了复死准备的人, 白天做工时, 厂长鼓励小山说, 照这样每天认真工作下去, 很快下个月就来了, 转眼到了明年, 再一转眼, 五年, 十年也就过去了, 这有什么意义吗? 小山反问道, 厂长一惊, 而后说, 有意义, 但要明白这意义究竟是什么, 怎么也要有个十年的经验, 小山才二十几岁, 还不懂厂长话中意味, 加班回家时陆遇男女士, 他一路紧踩着自行车, 像是刚被什么扰乱了心绪, 堤坝上两人并肩而坐, 男女士说, 他很害怕遇到孕妇, 总觉得自己会做出不好的事, 可能是恨自己不能再如此了吧, 怀孕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总忍不住会想, 人呀, 到底还是动物, 每每想到此, 心情忽然就不好了, 明明自己怀孕时也挺精神的, 内心有这样的念头, 还真是恐怖呀, 男女士似乎受到国创伤, 说出这番话后, 他如实重负, 小山想开口说说自己的故事, 但男女士已转身离去, 回到家, 门口新箱中放了份墓碑宣传单, 对面佛子熟练说出了推销语, 没有人可以永生, 为防不测, 提前准备的话就可高枕无忧了, 真诚为您服务, 这东西我才不买呢, 小山慌忙回答, 说的也是啊, 男人丧气地冷笑了几声, 小天已成为家中常客, 吃饭时他提醒小山, 要将骨灰好好供赏才行, 那还得买块墓地, 小山为难地叹了口气, 馅料中, 他提及前段时间遇到的隔壁婆婆的事, 到天晚里的饭瞬间就不香了, 那婆婆已不在人世, 尽管如此, 男女士还留着那房间, 说是婆婆还住在这儿, 看来今晚是睡不着了, 两人战战兢兢地吃完了这一餐, 夜里, 小山总觉得屋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他念叨着想将父亲的骨灰倒进马桶里, 但想了想, 又跑去了河边, 正当惊惧之际, 和尚老颜出现在了身后, 月光映尘下, 老颜宛如一个得到高僧, 最终, 父亲的骨灰得以保全, 但这事很快传到了岛田耳朵里, 把骨灰扔河里, 可是犯罪哦, 要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过如果磨成粉, 那就另当别论了, 岛田开玩笑办说道, 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哪知道呀, 突然一阵香味扑鼻, 岛田很快找了过去, 是对面父子在吃寿喜伤, 我呀,身上没钱, 岛田毫不犹豫坐了下来, 原本不愿蹭吃蹭喝的小山, 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 也拿了碗筷飞奔而来, 我呀,身上没钱, 他喊出了和岛田一样的口号, 而后两人便如恶虎铺石般吃了起来, 卖墓碑的男人名叫横钩, 这顿收喜烧他已期盼了许久, 几天前, 父子俩去了身上的别院, 终于卖出了半年来的唯一一块高级墓碑, 那能值多少钱呀? 小山不在意地问道, 两百万日元, 听说还是给宠物狗用的, 众人陷入沉默中, 还是先吃肉吧。 此时, 男女士和女儿也循着香味找了过来, 只得再添两双碗筷, 横钩欲哭无泪, 终于, 居于公寓里的所有人都坐在了一起, 提起隔壁婆婆的事, 男女士和横钩倒不觉害怕, 反而有几分欣喜, 婆婆在公寓住了有四十几年, 仙下时, 她总喜欢收拾花坛, 夏秋的黄昏时分, 还常和前房东在树下聊天, 说起这些事, 两人眼中竟是怀念, 婆婆大概是忘了自己已经去世了吧, 捧个屋子念叨着, 而男女士则提醒说, 下次再碰到了, 请转告她, 你去我那儿露个面。 小山腼腆地笑着, 第一次感受到老去于公寓的可爱,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岛田说, 她十岁那年, 父亲就去世了, 有关父亲的很多记忆, 她都忘了, 唯有一件事, 她始终记得, 大概三四岁时, 一鸽台风天, 无碍风声大作, 吓得人睡不着觉, 父亲便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说是坠入地狱的人, 想顺着蜘蛛丝爬去天国, 但是, 就在离天国还有一步之遥时, 蜘蛛丝忽然断开, 所有人又回到了地狱中, 而后便只剩下无尽的, 来自地狱的恐怖风声, 这是一个残忍的故事, 却似乎成了岛田一生的预言, 她说自己以前曾有过一个孩子, 但后来去世了, 再多的事, 她不愿再提及, 蜘蛛长居于这郊区的破旧公寓, 她也始终未说过, 只是在某些时刻里, 长久积压在心里的情绪, 总会脖子绝地倾泻出来, 比如, 突然落雨的午后, 岛田会跑入大雨中高声宣泄, 最久的夜晚, 她也会一边呕吐, 一边不停说着对不起, 某日吃饭时, 岛田意外地没来蹭饭, 小山竟有些不奇怪, 她特意走到门口, 提醒说自己要吃饭了, 但并未收到什么回应, 午后, 岛田在院中忙碌着, 无事可做的小山想要帮忙, 岛田却犹豫着问出了一个问题, 小山, 我听说你有钱科, 所以到底是犯了什么事? 骗了人家的钱, 小山低声打道, 那些过往不愿被提及, 却终须去面对, 测试过后, 小山在工作时突然眩晕, 厂长特意跑来慰问, 她丧气地问厂长说, 人生一塌糊涂是会遗传的吗? 母亲人贫差, 父亲不着调, 这会影响到我吗? 厂长知道小山过往的履历, 她告诉年轻人, 无论如何都不要立刻辞职, 现在放弃了, 就会回到原点, 以后会一直不明所以地沉沦下去, 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 所以别动脑子只动手, 坚持坐下去, 就当是老板的命令了, 回去后, 小山再次给生命热线打去了电话, 她想弄清楚, 父亲到底是不是主动结束了生命, 而对方告诉她, 确实有不少人打来探寻生存的意义, 但其他问题也有很多, 比如, 亲爱的猫咪死了, 是否可以埋在院子里之类的, 孩子们一般会问, 为什么会有幽灵, 死后的灵魂会去哪里? 所以, 死后的灵魂会去哪里呢? 接线员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在我小时候, 偶尔会看到在天上游泳的金鱼, 它就那样蹭悠悠地悬浮在空中, 像是正在游向天际, 很久以后, 我确信, 那一定就是灵魂。 小山开向天空, 此刻并没有金鱼游过, 夜里, 她再次失眠, 辗转反侧之际, 房子开始剧烈摇晃, 一针未造成什么伤害, 只是将父亲的骨灰震落在地, 或知如何是好的小山, 只能将一地的碎片, 暂时收拢进咸菜罐中。 她再次去了福利机构, 工作人员令她去了父亲最后居住的地方, 远远望去还有生活过的痕迹, 孤独至死的人, 很多都是面朝着门倒下的, 因为无法应对突发的死亡, 本能般想着去开门, 逃出屋子, 而主动结束生命的人, 普遍都面朝屋内, 您的父亲并不符合这两种情况, 她屋内很干净, 阳台上还养了植物, 想必一直都在认真生活, 我们赶到时, 她坐在窗边, 桌上还有没喝完的牛奶, 应该是刚洗完澡吧, 是我记忆里的她, 听完工作人员的描述, 小山似乎一下释怀了许多, 另一边, 男女士带着女儿去祭奠了王夫, 回程的车上, 司机和她攀谈了起来, 树葬真不错呀, 一切尘归尘, 土归土, 渊艳方式各种各样, 但说到底, 不过是生者的一种自愈仪式罢了, 我老伴就飘舞在夜空中了, 这司机年轻时是一名烟火师, 老伴过去后, 他就每天磨些骨灰, 儿女们不理解, 都说他疯了, 但他觉得老伴这辈子难得架了个烟火师, 一定是想变成一只烟火, 飞向夜空的, 摸着王妻的骨灰, 有种无法言喻的幸福感呢, 司机笑说道, 回去后, 男女士将保留的王夫的遗骨取了出来, 忘情地在身体上摩缩着, 大概, 这既是对王者的平调, 也是对生者的慰藉吧, 小山回到公寓时, 男女士正交着院子, 他一边用水管喷出了一条彩虹, 一边无子低声念叨着, 刹那, 打刹那, 蜡腹, 虚鱼, 而后才转头说, 小山君,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可我也只能回到这里了, 小山打道, 此时的岛天, 正在寺庙前无所事事地坐着, 诵经声中, 一只蜘蛛从眼前垂下, 就像一具来自过往时光的蝉鱼, 金鱼死了, 众人将它埋在了原野上, 捧钩向孩子们说起了 那个接线员曾讲过的故事, 有人小时候, 能看到金鱼在空中游泳, 就那样轻悠悠地悬浮着, 好像要游向天际, 长大后, 人们才确信, 空中的金鱼就是失去的灵魂样, 此时, 有东西从空中漂浮起来, 不是金鱼, 而是一只巨大的乌贼, 喂, 带上我吧, 小田呼喊而来, 跌倒在草丛中, 小山想上前劝解, 横钩却拦住了它, 人啊, 总要有些肆意宣泄的瞬间, 而能治愈你的神迹, 究竟是蜘蛛, 鲸鱼, 还是乌贼, 其实没那么重要, 失去后的灵魂究竟去了哪里呢? 小山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没过多久, 岛天虫又拿着碗筷倒来, 小山, 我为那天的事向你道歉, 毕竟我也有不愿提及的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说着, 浴室里的小山没有答话, 岛天唯有继续说下去, 我呀, 脑子笨, 被人骗过很多次, 也被骗走了很多钱, 所以听到你的传言就有点害怕, 我时常想, 如果我死了, 有那么一个人会因此落寞, 也就没有遗憾了, 所以小山, 我死后你会想我吗? 小山依旧沉默着, 这吃饭呀, 自己一人吃, 就是没有搭伙吃着香, 岛天终于说到了重点, 饭在锅里, 你先吃吧, 小山露出一丝坏笑来, 开心炒了饭的岛天, 被咸菜缸里的骨灰下了一个亮枪, 于是里, 小山笑得像一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 一个台风天, 众人合力抢救着雨中的虚余公寓, 而岛天却独自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 小山告诉他, 如果觉得害怕就被惩罚口诀, 亲那也好, 倒着背, 很管用的, 自己小时候一个人在家, 怕到睡不着时就会这样做, 岛天如小学生般起身被送起来, 虽然错误百出, 但竟意外地起到了效果, 就这样, 两人一觉睡到了天光大亮, 起床打开门, 菜园被风雨冲刷得一片狼藉, 住在河边的人应该都没事吧, 希望没被冲走, 小山带着父亲的骨灰独自去了河边, 磨成粉就会没事, 他还记得岛天说过的话, 此时男女士到来, 用手摸了摸小山正在磨着的骨灰, 你不反感吗, 不觉得以前也是人呀, 男女士平静答道, 小山一边磨着骨灰一边低头说道, 其实我曾有过前科, 高中时某天放学回家, 母亲来了公寓, 她对我说, 我们的母子情分到此为止了, 当时她涂着色号奇怪的口红, 就像黏乎乎的鼻涕虫一样, 让人反感,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后来我也想着找个好工作, 却莫名其妙进了监狱, 不过说实话, 那时的我松了一口气, 觉得这样就可以无负担地成为行尸走肉了, 出狱后, 我来这边在就业, 住进了虚余公寓, 发现隔壁有个怪人, 她脸皮很厚, 整天蹭吃蹭喝, 但和她在一起, 我自己慢慢有了笑容, 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样不行, 我这种人不配笑, 活着没一点意义, 老天好像总能寻找到那些细小的幸福, 大概她也是靠此才能一直活下来的吧, 我很羡慕她, 终于积蓄已久的眼泪夺眶而出, 当然可以啊, 咱女士轻抚着小山将她拥在了怀中, 我们为你的父亲办个葬礼吧, 一个晴朗的午后, 淡紫色的小花终于盛开, 小山找横沟在了葬礼要用的衣服, 刹那, 打刹那, 蜡腹, 虚余, 横沟在花钱念叨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男女士也说过, 婆婆生前经常这样念叨,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大概就如今日这般, 酝酿出这独特的天色, 随即又消散而去, 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时间流逝, 就是虚余吧, 最终小山为父亲办了葬礼, 和尚, 乐队, 番旗, 虚余公寓全员出动, 应有尽有, 小山将磨成粉的骨灰, 撒在了河边的原野之上, 人生虚余, 不过而而, 如果过往太过沉重, 那不如就放下它, 再继续醒路吧, 河畔虚余, 这大概是2022年看过的最至于我的作品, 一塌糊涂的人生是会遗传的吗? 背负原生家庭创伤, 有过前科, 且性格孤僻的年轻人, 似乎在续域公寓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人, 大概是不会来到续域公寓的, 能长久居于此的, 是经历了很多事, 也受了很多骗, 却依旧无法依靠经验支撑起生活的中年人, 是为了生计, 而不得不带着孩子四处奔波的父亲, 是随表面平静生活, 心中圈暗流涌动的单身母亲, 在过往的生活中, 他们难说成功, 但在续域公寓这放小小住所内, 却一样要认真吃饭睡觉, 一样要用力地生活下去, 人生如果一塌糊涂该怎么办, 这是我时常担心的问题, 为此难免焦虑, 有以不知进退, 所谓的内耗, 大概就是这般状态吧, 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这种精神消耗, 但我想不妨大胆一些, 一塌糊涂又能怎样呢? 今使山穷水富, 只要还有气力看清脚下的路, 就总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若正经历困顿, 希望这部影片能给你带来慰藉, 人生虚余, 何谓一塌糊涂, 而生活还远, 不如接着走下去看看。 我是唐靖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